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 风出并坐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泄的英雄 寂寞城里每到吃饭的时候 天上的鸟就乌鸦鸦的一大片 云集翱翔于天空 时而俯冲而下 时而自在盘旋 城外的燕君看了大为稀罕 这到底什么事呢 人最怕是有好奇心 有了好奇心 引发的动力是无穷的 很快 住在城郊结合部的燕君 抓了一个燕国的老百姓 老百姓就说了 不止是有鸟啊 还有鸟人啊 就在前几天 城里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大群的飞鸟从天而降 鸟群里还簇拥着一个人 鸟人飘然而下了 城里老百姓都看呆了 对这个人敬若天神啊 而且我们吉墨市的市长田丹先生 上去一把就揪住了这个人 搂着这人就对大家大声喊了 这就是老天送给我来当军师的人啊 听了这齐国老百姓的交代 燕国人更加云里雾里 有这等事情 其实啊 这个就是田丹的第一季 禅师季 田丹一早就放出风声 说某个夜里 啊 梦见一个神仙来对我说 老天爷可怜咱们齐国人 很快就会派个神人来帮助咱们复国了 为了加强说服力 田丹还专门在广场上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兼动员安民大会 在大会上 田丹向人民宣布 同胞们啊 很快就会有一个人从天而降 来拯救险于水深火热的齐国人民 这个人即将出现呢 他会是谁呢 这个时候 人群里有一个看热闹的士兵 嘴歪了歪 挺冒失的说了一句 哼哼哼 还有神师啊 那那那那那我就是啊 我都可以当军师嘛 话一说出口 他就觉得有点不妥了 身边的士兵老百姓 齐刷刷地转过来 用眼神上上下下地打量他 眼神里不约而同地 闪现出两个字 头一个字是傻 后一个字是一个英文字母 这个冒失的士兵 即便脑子再短路 也突然觉得 开这种玩笑 后果很严重 于是转身就溜 可惜啊 他并没能溜走 在台上的田丹 一个纵身就跳了下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这人搂在怀里 对着周围发愣的人群 激动地宣布 弟兄们啊 伙计们啊 这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军师啊 说完没等大伙反应过来 硬是把这个发愣的士兵连拖带拽的拽到了主席台最中央的位置上 掀起战袍 就要带领大家向这个所谓的军师行礼 这一下这个士兵给吓傻了 连连摆手 别别别别别别 田市长 大哥 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我啥都不是 我就一当兵的伙父啊 这个时候 天丹抬起头来 瞪了这人一眼 小声地喝了一句 赶紧给我闭嘴 你这白痴 啥都别说 做好了别动 接下来 田丹带领寂寞的老百姓们 集体向这个所谓的军师 叩头行礼 就这样 一个神通广大 无所不能从天而降的神师 就此诞生了 此后 田丹凡是有决策的命令 都说是来自于这位神师的指示 不过事实上你也知道 这位神师想借到田丹的机会 那是少之又少的 他的作用 就是宅在装修豪华的房子里 吃喝等死 壮中度日 田丹这么做 原因其实很简单 想要着手救齐国人民 首先要树立一面精神的旗帜 也就是说 首先要解决士气的问题 把这个所谓的神师 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给供养起来 城里老百姓自然是又欢喜又害怕 早晚有事没事都要来朝拜 燕军在城外 远远地看见城中老百姓这么忙活 心里又是吃惊又是害怕 听到说人家有神师相助了 就会想 人家都有神仙来帮忙了 这仗还打什么劲啊 得了吧 在外面漂了好几年了 赶紧回家得了 有了第一季 自然就会有第二季 田丹很快得到了神师的指示 到处散布消息 说那啥 以前燕国的越义大将军太善良了 抓住咱们齐国人都不肯杀掉啊 谁怕他呀 齐末城几年都没拿下来 那是必须的嘛 齐国人啊 就是心态软 最害怕看见自己的同胞受苦了 如果把俘虏的齐国人的鼻子通通割掉 那打仗的时候 把这些没有鼻子的齐国人摆在队伍的最前面 那么齐军的士气必然大受打击 打败齐国人 那不跟玩一样啊 住在齐末城郊区的这个燕国的大将军齐杰 那肯定是个二把刀 这一辈子基本上都不怎么使用身体的一个部件 这个部件就是大脑 很快 齐杰听到了从城里传出的消息 也许吧 就是想用这种方法来诱使齐军出城决战 反正吧 他最后是割掉了齐国俘虏的鼻子 这一下把城外野地里的蚂蚁给高兴坏了 因为在地上突然出现了他们一辈子都吃不完的鼻子 要知道古人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对身体的每个部件看得都非常重的 就是剪了头发都要寻死密活的 何况是给割掉鼻子呢 吉莫人在城头 看着城下自己的子弟兵 被割得面目全非 龟枯狼嚎的 那叫一个恨哪 咬牙切齿的 哭着喊着 誓死与吉莫城共存亡 神诗记 割笔记用完了 这还不够 天丹在想 自己还是没有把握来叫板专业的将军的 事实证明 天丹不仅勇于对活着的自己人下手 也勇于对死去的自己人下毒手 而且还下得极其巧妙 不着痕迹 当然 最后的黑锅是由侵略者燕军来背了 周南亡三十六年 公元前二七九年 神又通过那个士兵来指示了 吉莫城区的居民的祖坟 都埋在城郊结合部了 齐国人最怕燕军去骚扰他们祖先了 如果祖坟被挖了 齐国人不用打 脚都软了 听说了这个消息 齐杰二话不说 直接就派人奔人家祖坟去了 麻利亚的就把城外人家祖坟给挖开了 把尸骨给拽出来 到处乱扔 更觉得是还把别人家的尸骨当柴火来烧了 吉莫人一看 真急了 自己的祖坟都被人挖出来了 老祖宗做了什么事啊 好端端躺着地下 被这些侵略者拉出来当柴火烧 都要了亲命了就要 那哭的 那叫一寻死密活啊 纷纷到田丹这里请站 要求为自己死去的祖宗报仇 这个时候的吉莫城里 军民已经不能用士气高涨来形容了 说是即将决堤的洪水还差不多 就等田丹一声令下 就会争先恐后地杀出城外 找燕国佬报仇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 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 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全面今天正常的 要不咱们 至于